歡迎來到接庫點評的環節 在這個時候,電話旁邊已經接通了有財經評論員王智藥 Jason,早安 早安,Apple,你好 早安,近來市的氣氛不錯 尤其是在商品市場當中,油價也有點想不到 一升就升了九天 也就是近幾年來一個最長的升浪 三爬兩撥底下,紐油都上回50美元 而至於報油都上回60美元 有些大行繼續看好油價,認為還有機會升多 在這個大前提下,有哪些股份是值得去吸納呢? 是的,當然有投資者可以想想一些上油的股份 不過我覺得最近一些上油的股份803 其實有低位都升了不少 之前油價暴跌了40元邊,現在上回來 很多油的股份其實都還未跟得足 我想投資者可以想一想 當然這類型的股份波幅性都大,就不能太大 但你看回早前就好像3337安東油田那樣 早前油價去到70元那時候 其實他們都拍過幾次營起,或者海外訂單都不錯的 其實今年的業績應該都有一定的順暢的 但因為油價暴跌,就令到它由過二、過三的位置 現在最低位是七毫多字,現在上回百元附近 我覺得應該從這麼多隻油服股之中 它應該的營運就算是挺適合的 因為至少都發過營起,或者訂單都公佈過出來的 第二樣東西就是如果油價開始上升了 油公司其實那個資本開始又可以增加了 其實油服公司都會受惠的,所以其實我想短時間內 那投資者其他辦法沒有什麼想法的話 都可以想一想,買一些油服股份 實際上就駁一下短線,做短炒也好 如果你說好像安東油田的,在百元附近賣到 我覺得可以駁回到九毫子,十多個百分比其實不是那麼難的 當然如果那個市況不穩定的,油價再跌下去 那麽地穿七毫四至這位置,那我建議不如指示下去 Jason,但是你本身看油價,是否真的可以繼續有得升呢? 早前那個跌其實都令很多人有意外,就說跌幅就急 其實最後大家都知道可能和某些中資公司其實都差跌了的有關 那現在上去五十元附近,我覺得有機會在現階段都穩定了 那如果穩定了的話,其實很多東西都先肯追落後的 那如果說中長線的話,我覺得油價是可以看上去五十五至六十元的 不過再上的話,就要等中美那邊的傾談 那因為大家都擔心兩個大國,其實今年或明年會出現一個倒退的現象 那如果兩個貿易線開始談好的話,經濟好一些,對油的需求都會自然增加的 好,那大家繼續關注這個主題,看看油方面可否創造到十年性 Jason,你自己本身有沒有爭取剛才所說的股份? 沒有自由的 謝謝你今早做的分析 提回大家剛才嘉賓所說的只是一個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或推介 做所有投資都衡量自己可以承受的風險 風險 散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